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刘伟老师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有关酸碱浓度的故事 酸碱浓度 不管是酸还是碱的浓度 都是一样的公式 那个公式是什么 很抱歉 不是上学去学的重量百分浓度 也不是上学去学的体积百分浓度 这两个浓度都不是 这个浓度公式是新的朋友 叫做体积摩尔浓度 英文代号叫做大写的M 那体积摩尔浓度怎么用呢 很简单 体积摩尔浓度因为它是新朋友 所以我们就来介绍它公式的写法 公式写法非常非常简单 只有三个位置数 N等于大M乘上大V N等于大M乘上大V 我希望大家就用这个方法去学酸碱浓度的计算 尽量不要用分数的写法 而是用乘号的写法 这样避免你犯错 我们来看一下 N是什么东西 就是溶质摩尔数 M是什么东西 就是浓度 V是什么东西 就是体积 但是通常考试或者题目做出来的 通常都是写什么东西 都是写浓度居多 为什么 因为这个单元重点是在学浓度嘛 所以它一定会暗示你 融质摩尔数 它会给你 融液体积 它会给你 让你求出真正的浓度是多少 就可以了 好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直接来做一下题目哦 来 第一个 它说在水中加入两摩尔的食盐 搅拌到完全溶解之后 再加水到5公升 请问 这一个容易的体积摩尔浓度为多少 OK 好 还是那一句老话 这个题目已经很明显 就是跟你讲说它要求体积摩尔浓度了吗 对不对 就是求酸减浓度了 所以我们脑袋一定要回想起这个公式 叫做N等于M乘以V 这可以接受 好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 第一步 第一个解法 不管什么提醒 一定要先把融质摩尔数求出来就对了 结果这个题目太佛心了 它直接给你两摩尔 而连算都不用算 就直接带进去就可以了 非常棒 非常棒 第二步 因为题目要的是体积摩尔浓度 所以我们当然用唯一的公式叫做N等于M乘上V 这没问题吧 好 猪油猪油猪油 融质摩尔数是两摩尔 题目给的 再来 融液的体积是5公升 题目给的 我们直接带进去 那个M呼之欲出啊 那个浓度呼之欲出啊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 2摩尔等于M乘上5公升 所以M等于5分之2 答案就是0.4M 就结束了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这个题目不是一般的小考题哦 这个题目是桃园的大成国中的第二次断考哦 是断考题目哦断考题目哦 所以不是很简单的题目哦 后来另外一个题目是这样说的 他说 将54公克的葡萄糖C6H12O6 以蒸馏水100毫升完全溶解之后 在C4到500毫升 请一下这个葡萄糖容易的摩尔浓度 就是体积摩尔浓度为多少M 多少M 后面写一个原子量 碳等于12 氧等于16 氢等于1的部分 好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还是那句老话 这个题目要什么东西 要求浓度嘛 所以还是脑袋中浮现那个公式 N等于大M乘上大V 好再来哦 第一步 不管什么题型 就是先把容子摩尔数求出来就对了 没有问题吧 可是这个题目很抱歉哦 这个题目指了个54公克的葡萄糖 他没有直接给你摩尔数 所以你就回到第一次段考 教什么去 教摩尔数计算嘛 对不对 我们 后面红色字有写 重量除以分子量等于摩尔数 所以应该是54公克除以180 葡萄糖的分子量是180 可以哦 然后两个相除等于是0.3摩尔 所以我们的容值摩尔数0.3摩尔已经出来了 好再来第二步 突然发现 题目给的是500毫升 记得体积单位要换成公升 公升 所以500毫升要相当于0.5公升 可是小心 有些同学说 老师 题目明明就讲说100毫升完全溶解之后 再稀释到500毫升 老师为什么不带100毫升 而是带500毫升 很简单 题目是一开始是100毫升 后来变成500毫升 对不对 我们要求的是后面的浓度 不是求原始浓度 所以很明显 后面浓度要带的全部都是后面所有的数字嘛 所以他如果是100毫升变成500毫升 那我们就带最后的500毫升 相当于0.5公升 可以哦 好注意哦 还是那句老话 又来了 我们的融质末数出来了 我们的体积也出来了 大概答案准备要出来了 你看一下第三步 因为题目要的是体积末的浓度 所以我们还是用唯一的公式 n等于m乘以v 可以哦 来注意哦 我们的融质末数多少 0.3摩尔 我的体积多少 0.5公升 两个都有了 你有没有发现 n有了 v有了 只剩下m没有而已 所以答案呼之欲出拉 你看0.3摩尔等于m乘上0.5公升 m等于0.3除以0.5等于0.6m 就结束了 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比较困难一点 比刚第一小弟困难一点 但是对我们来讲还是简单 为什么 因为第一步求融质末数 第二步求体积 第三步两个相除 答案就出来了嘛 对不对 还是那一句老话 这个是段考题目 桃园的大城国中的第二次段考 好第二次段考 所以你最后一步 你看一下 老师特别把这两个浓度的算法 把它结录下来 你会发现上面那个框框 跟下面那个框框 几乎一模一样 几乎一模一样 唯一的差别就差在 摩尔数有没有直接给你 直接给你 你就高兴 OK 没有直接给你 没关系 我们带入公式求摩尔数 对吧 再来体积 他如果给五公升 一公升 两公升 我们很感谢老师 因为直接带进去就好了 但是他给的是五百毫升 给的是三百毫升 给的是一百毫升 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 我们就换一下 再带入进去就好了 可以 所以注意哦 简单讲酸减浓度的计算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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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码求摩尔数 要码求毫升 换公升 只有这两个问题 会困扰你而已 你如果这两个问题 解决酸减浓度 永远不是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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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记得哦 要码求摩尔数 要码求公升 记得摩尔数怎么算 重量除以分子量 个数除以亚佛加绝数 在国中阶段 就只有这两种算法 能算出摩尔数来了 没有第三种做法 没有第三种做法 不用紧张 就是一定要求摩尔数 一定要求摩尔数 第二个 体积一定要换成公升 答案就解决了 好 这个还是困扰你的酸减浓度吗 如果经过刘威老师这样说的话呢 你们再多做类似的题目 有问题 在下方留言 如果没有问题 恭喜你 你又学成了酸减浓度 的一个特殊的算法了 ok 好 没有问题的话 就拜拜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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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